第四一讲《人类误判心理学》就在本书即将出版时, 蒙格说他想对一篇我们选中很重要的演讲稿, 《人类误判心理学》进行细微的修改, 让这篇文章能够反映他对这个主题的最新想法。 我们没有料到蒙格的细微修改其实差不多是彻底重写, 增加了大量的新材料, 而且是在本书预定出版时间的最后一刻才改完。 这篇演讲稿全面呈现了蒙格在行为财务学方面的原创理论, 现在行为财务学已经蓬勃发展成为一门自成体系的学科。 正如参加讲座的唐纳德·霍尔所说的, 查理早行为财务学这个名称被发明之前, 就提出了这门学科的主要观点。 蒙格还强调了各种认知模式的重要性, 这些模式可以用来理解人们的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 他和我们分享了导致人类做出误判的25种标准成因清单, 其中不乏令人惊喜, 具有创造性的真知灼见, 正如蒙格所敬仰的史上伟大思想家一样。 他还强调了各种心理性误判成因, 结合起来所产生的鲁拉帕路萨的力量。 蒙格这篇杰作探讨了我们某些行为的成因, 是专为穷查理的普通常识而写的。 我们希望读者在人生和事业中能成功应用这些道理。 蒙格将三次演讲的内容整聘成一篇从未发表的演讲稿, 2005年重做修订, 并增加大量新材料。 这三次演讲分别是, 一、1992年2月2日, 在加州理工学院教职园俱乐部布雷讲座, 二、1994年10月6日, 剑桥行为研究中心邀请于哈佛教职园俱乐部, 三、1995年4月24日, 剑桥行为研究中心邀请于波士顿港酒店。 2005年,蒙格全靠记忆, 在没有任何人的协助下, 对这篇讲稿做了大刀阔斧的修改。 蒙格认为, 81岁的他能够比10年前做得更好, 原因有两个。 一、当时他的知识没有如今丰富, 而且因为生活忙碌而过于匆忙订稿。 二、当时他是依据粗略的笔记进行演讲, 而现在是对演讲稿进行修改。 在我阅读15年前心理学讲座的讲稿时, 我觉得现在的我可以写一篇逻辑性更强, 但是篇幅也更长的演讲稿, 将以前讲过的大部分内容都含阔在内。 但我立刻发现这么做有四个缺点。 第一,由于我在撰写这篇更长的演讲稿时, 更追求逻辑完整性, 所以和先前的演讲稿相比, 显得更加枯燥难懂。 这是因为我为那些心理倾向所下的定义, 会让人想起心理学教科书和欧几里德。 谁会在阅读教科书或者重读欧几里德中找到乐趣呢? 第二,我只在15年前浏览过三本心理学教材, 对正式心理学的了解就这么多, 所以基本上并不了解后来学院派心理学取得什么进展。 然而,在这篇更长的演讲稿中, 我将会对学院派心理学提出许多批评。 这种班门弄斧的做法肯定会引起许多心理学教授反感。 若是发现我有错误之处, 他们会非常高兴, 说不定还会写文章来批评, 以此回应我对他们的批评。 我为什么会在意新的批评呢? 嗯? 谁喜欢于拥有资讯优势的尖刻批评家, 结下新的梁子? 第三,这篇更长的文章, 肯定会让某些本来喜欢我的人感到不满。 他们不但会对文风和内容提出异议, 还会觉得我是个目中无人的老头, 对传统智慧不够尊敬, 大言不惭, 谈论一门他从来没有上过课的学问。 我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老同学, 爱德罗斯柴尔德, 总是把这种大言不惭称为邪扣情节, complex, 这个名字来自他的一位市交, 那人在邪扣行业取得领先地位之后, 不管聊到什么话题, 总是一副无所不知的口气。 第四, 我也许会让自己看来像个傻瓜。 尽管考虑到这四个缺点, 我还是决定发表这篇内容增加甚多的文章。 这几十年来, 我基本上只做我有把握能够做好的工作和事情, 而现在我却选择了这样的行动。 而这, 一, 非但不会给我个人带来多大好处, 二, 有可能让我的亲人和朋友感到痛苦, 三, 更有可能让我自己丢人现眼。 我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也许跟性格有关, 我向来喜欢指出和谈论传统智慧中的错误。 虽然这些年来自己因为这种脾气而吃了不少苦头, 但是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我并没有因此改掉自视过高的性格。 做这个决定的第二个原因是, 我赞成D.O.根尼的说法。 D.O.根尼说过, 从来不得罪人的哲学家有什么用呢? 第三个原因是最重要的。 我爱上了这种编排心理学知识的方法, 它一直以来对我很有用。 所以在蒙主宠召之前, 我想在某种程度上仿效三位人物给世人留点东西。 这三位人物分别是约翰·班杨的《天路历程》的主角, 班杰明·富兰克林, 以及我的第一位雇主恩尼斯特·巴菲特。 班杨笔下的人物, 也就是那位外号《珍·李建克的骑士》在临终时留下这样的遗嘱。 我的剑留给能挥舞他的人。 跟这个人一样, 只要我曾经试图正确地对待我的剑, 就不在乎我对他的赞美是对还是错, 也不在乎别人并不愿意使用, 或者使用之后发现根本没有用。 对我注意极大的富兰克林, 为世人留下了他的自传, 穷里查年鉴和许多资产。 恩尼斯特也尽他最大的努力, 同样留下了如何经营杂货店, 以及我了解的一些锤调、知识。 他的遗赠发挥作用是不是最大? 我在这里就不多说。 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我认识恩尼斯特·巴菲特的四代后裔, 我对他们的了解促使我决定仿效他们的先人。 我早就对标准的思维错误非常感兴趣。 然而,在我受教育的年代, 非临床心理学在解读人类误判的贡献, 完全遭到主流社会的漠视。 当时研究心理学的人非常少, 只有一群自得其乐的教授。 这种固步自封的情况自然造成许多缺失。 所以呢, 我从加州理工和哈佛法学院毕业时, 对心理学是完全无知的。 这些教育机构并没有要求学生掌握这门学问, 学校根本就不了解心理学, 当然, 更无法将心理学和其他学科整合起来。 此外, 这些机构就像尼采笔下那个以瘸腿为傲的人物, 因为能刻意避开混乱的心理学 和混乱的心理学教授而感到光荣。 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和大家一样有这种无知的想法。 其他许多人也是。 例如, 加州理工学院常年只有一位心理学教授, 卡自称心理分析研究教授, 为学生开测变态心理学和文学中的心理分析。 看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会怎么想呢? 离开哈佛不久, 我开始了漫长的奋斗, 努力掌握一些最有用的心理学知识。 今天, 我想报告我这次追求基本智慧的漫长奋斗, 并简要陈述最后的心得。 之后, 我将会举一些鲜明而有趣的例子, 说明心理学知识的用处, 以及如何解决人类心理的问题。 最后, 我将针对曾讲过的内容提出一些普遍问题并解答。 这将会是一次很长的演讲。 在我开始当律师时, 很相信基因进化论, 也知道人类与认知能力较低的动物和昆虫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 这是物种进化造成的。 我明白人是社会动物, 会观察周围人的各种行为并受到影响。 我还知道, 人类就像被驯养的动物和猴子, 也生活在一种阶级结构中, 倾向于尊重当权者、 喜欢和同一阶层的成员合作。 但这种以进化论为基础的理论架构太过粗略, 不足以应付我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很快地, 我发现自己身边出现各种我无法理解的现象, 于是我终于明白, 要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必须拥有更好的理论架构, 才能解释我的所见和经验。 长久以来, 我一直渴望学习更多理论, 部分因为我总是喜欢把理论当 而却破解难题的工具, 同时满足自己猴子般的好奇心, 部分因为我发现理论架构非常有用, 能够帮助人得到想要的东西。 这道理是我从小读书时发现的。 当时我利用理论, 轻轻松松就拿到好成绩, 而别人即使花了很大力气去学习, 却还是不及格。 我认为更好的理论对我来说总是有用的, 如果能掌握, 就能更快获得财富和独立, 以及我所热爱的一切。 所以我慢慢培养了自己的心理学体系。 在这过程当中, 我靠的是自学。 这多少有点像富兰克林, 还有那个托儿所里的故事展现出来的决心。 那我就自己来吧, 小红母鸡说。 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 有两种思维习惯对我影响很大。 第一, 透过伟大的代数数学家雅各比提倡的逆向思维来思考问题。 雅各比说过, 反过来想, 总是反过来想。 我通常会先搜集各种错误判断的例子, 仔细思考如何避免这些下场, 由此得到正确的判断。 第二, 因为热衷于搜集误判例子, 所以我完全不管不同行业、 不同领域之间的界限。 毕竟, 既然各个领域充斥着显而易见的愚蠢势力, 为什么还要在自己的世界里搜寻某些无足轻重的心蠢势呢? 除此之外, 我已经明白, 现实, 世界的问题不会恰好落在某个学科的界限之内, 总是跨越了彼此界限。 如果两件事物的关系密不可分, 只考虑其中一个而无视另外一个, 那么这方法是大有问题的。 我担心, 如果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 最终就会像路易斯二的名言所说的, 没有脑袋, 只有一个顶上长着头发的脖子。 后来, 纯粹的好奇心驱使我去思考邪教的问题。 那些毁形灭性的邪教, 通常只需要一个长周末, 就能把完全正常的人变成被洗脑的行尸走肉, 并永远让他们保持那种状态。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如果透过大量的阅读和反复思考, 应该能完全解答这个问题。 我也对社会性的昆虫很好奇, 有生育能力的瓷锋和有生育能力的瓷收获仪。 他们只要在空中进行一次群交, 彼此就能将寿命延长整整二十倍。 这种事情总是令我着迷不已。 蚂蚁的高度进化也让我入迷。 它们形成了几种简单的行为规范, 同一群体的蚂蚁会合作无间。 而对群体外的蚂蚁, 哪怕是同类, 则几乎总表献出致命的敌意。 像我这么热爱学习的人, 到了中年, 本来应该翻开心理学教材, 但却没有。 这证实了那句德国谚语所言不假。 我们老得太快, 聪明得太慢。 我后来发现, 没有去读当时教科书上介绍的学院派心理学, 可能是件幸运的事情。 那些教科书无助于我理解邪教, 而搜集心理实验的教科书作者, 就像搜集蝴蝶标本的小男孩, 只想搜集更多的蝴蝶, 和其他搜集者有更多的接触, 根本不想对已经拥有的标本进行综合研究。 我后来看了那些心理学教科书, 让我想其伟大的经济学家雅各·维纳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许多学者就像松露猎犬, 人们喂养和训练他来寻找地下的快军, 除了这项专长, 他什么都不会。 那些教科书花了数百页篇幅, 探讨先天和后天因素对人类的影响, 可是他们所用的思考方式是极其不科学的, 真让人吃惊。 我发现大多数心理学入门书并没有正确处理一个基本问题, 各种各样的心理倾向对生活的交互影响, 而那些作者却对厘清心理倾向的交互作用, 及其如何造成复杂的后果避而不谈。 这有可能是因为作者不希望把教材写得太复杂, 以免没有人敢投入他们的行列。 他们做得不够好, 也有可能是出于萨米尔詹·森所说的原因, 曾经有位女士问詹森, 是什么原因导致她的词典把pastern这个词的定义给弄错了? 詹森的回答是, 纯粹的无知。 最后, 那些教科书作者也没有兴趣讨论该用哪些标准的办法去对付心理因素造成的标准蠢事, 所以他们恰恰避开了我最感兴趣的话题。 学院派心理学虽然有许多缺点, 但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优点。 我在广泛阅读的过程中看到一本叫《影响力的书》, 这是本《通俗读物》, 作者是杰出的心理学教授罗伯特·西奥迪尼, 任教于规模非常大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西奥迪尼设计大量巧妙的实验, 让人利用人类思维的缺陷, 操纵别人做出伤害自己立刻的事。 西奥迪尼对这些实验进行了描述和解释, 并因此在非常年轻时就容认终身懂事讲座教授。 我立刻给我的孩子每人寄了一本西奥迪尼的作作, 还送给西奥迪尼一股波克夏的A级股票, 编案,2011年4月时股价约为12万美元。 感谢他为我和社会做出贡献。 西奥迪尼这本《社会心理学》大作卖出了几十万册, 这是很了不起的, 因为西奥迪尼并没有宣称他的书将会改善你的性生活或让你发财。 许多读者买西奥迪尼这本书是因为他们跟我一样, 想知道怎样才不会常常被推销员骗了。 然而正直的西奥迪尼没想到, 很多业务员也买了他的书, 想知道怎样才能更有效误导顾客。 下面我会谈到激励机制引起的认知偏误, 我希望不会有人将我的理论用于不正当的目的。 在西奥迪尼这本书的驱动下, 我很快浏览了最广为流行的三本心理学入门书。 在此期间, 我还进行严谨的思考, 想把以前的训练和经验整合起来。 蒙格的非临床, 非先天后天对立的非发展心理学就这样诞生了。 许多理论是从他们的发现者那里借用来的。 我甚至不知道其中大多数人的名字, 但我通常会给他们配上新的表述和标题, 因为我没有去查证资料, 而是怎么样回忆起来就怎么写, 然后再进行修改, 以便能很方便地应用这些理论来避免犯错。 在开始纵述我的理论之前, 先来讲一个有助于理解后面内容的观点。 这个观点是从我们对社会性昆虫的了解中萃取出来的。 这些昆虫完美地证明神经细胞在进化过程中固有的局限。 昆虫的整个神经系统细胞通常只有十万个左右, 而人类光是大脑细胞就有上百亿个。 蚂蚁和人类一样, 都是由活体结构加上神经细胞中的行为程式组成的。 就蚂蚁而言, 其行为程式只有少数几种, 而且几乎完全来自遗传。 蚂蚁能够根据经验学到新的行为, 但大多数时候, 它只能根据神经系统中设定好的程式, 对十种左右的神经刺激做出几个简单的反应。 因为蚂蚁的神经系统功能很有限, 自然使它的行为系统也很简单而受限。 例如, 有一种蚂蚁在蚁穴里嗅到蚂蚁尸体散发出的外激素时, 就会合力把尸体运出蚁穴。 伟大的哈佛大学教授威尔逊, Wilson做过一个非常出色的心理学实验, 他将死蚂蚁分泌的外激素涂在一只活蚂蚁身上。 毫无意外地, 尽管这只小蚂蚁在整个过程中不断踢腿挣扎, 他的同伴仍然把它活生生脱出蚁穴。 这就是蚂蚁的大脑, 反应程式特别简单, 在许多情况下, 只会生搬硬套地根据程式做出机械反应。 另外一种蚂蚁则证明, 有限的大脑不但容易被环境欺骗, 也可能遭到其他生物操控。 这种蚂蚁的大脑有一种简单的行为程式, 引导它们在行径时跟着前方的同伴走。 如果把行径中的蚁群弄成一个圆圈, 它们有时会不停走下去, 直到死亡为止。 有个道理在我看来是很明显的。 由于存在许多过度简化的思维程式, 人类大脑的运转必定和蚂蚁一样, 常常出现问题。 只是人类试图解决的问题要难得多, 至少蚂蚁不必设计飞机。 人类的知觉系统清楚证实, 大脑的确会失灵。 人是很容易受到愚弄的, 无论是人类精心设计的骗局, 还是偶然出现的环境因素, 亦或人们刻意习得有效的控制术, 都很容易就让人上当。 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 是人类感知中的微量效应。 如果刺激被维持在一定水准之下, 便察觉不到它的存在。 因为这样, 魔术, 诗能够在黑暗中做一招虚张声势的动作, 然后让自由女神像消失。 观众并不知道, 雕像其实被置于一个缓慢旋转的平台上, 因为转得非常慢, 以致没有人能够察觉。 当平台上的圆形黑帘幕一拉上, 自由女神就像是不见了。 即使在有所知觉时, 人类的大脑也会错古感知到的东西, 因为大脑只能感知到明显的对比, 无法像科学仪器那样精密地感知到变化。 魔术师证明人类神经系统, 神经系统确实会因为对对比的感知而误判, 他们还能在你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摘掉你的手表。 他摘手表时, 如果只接触到你的手腕, 你一定会感觉到, 但他同时还触碰了你身体的其他地方, 而且透过施加更高的力道造成强弱对比, 让你感觉不到他在你手腕上的实力。 有些教授喜欢用实验来证明对比引起的感知缺陷, 他们让学生把一只手放进一桶热水里, 另一只手伸进一桶冷水, 然后突然要求学生把双手放进一桶常温的水里, 让学生一只手感觉好像刚放进冷水, 一只手感觉好像刚放进热水。 当人们发现有温度计为正下, 单纯的对比就能轻易地欺骗感知, 并意识到认知和感知一样也会受单纯的反差所骗, 那么他不但懂得魔术师是如何愚弄观众, 也领悟了生活是如何作弄人。 人类的感知和认知系统中, 那些看似有用的倾向往往会误导你, 如果不加以提防, 很容易就会受到别人的操控, 导致人类经常出错, 但通常很有用的心理倾向相当多, 而且相当不同。 大量的心理倾向导致的结果, 就是社会心理学的重要原理。 认知往往取决于情境, 所以不同的情境通常会引起不同的结论, 哪怕是同一个人在思考同一个问题时, 也是如此。 有了蚂蚁魔术师和这条社会心理学的重要原理做开场, 接下来我想简单列出通常很有用, 但也经常误导人的心理倾向。 后面我们再来详细讨论每种倾向引发的错误, 及如何避免犯错并进行总体的讨论。 以下是这些倾向。 1. 奖励和惩罚超级反应倾向 Reward Response Tendency 2. 喜欢 Loving Tendency 3. 讨厌憎恨倾向 Disliking Hating Tendency 4. 避免怀疑倾向 Doubt Avoidance Tendency 5. 避免不一致倾向 6. 好奇向 Curiosity Tendency 7. 康德式公平倾向 Contient Fairness Tendency 8. 羡慕性 Envy Jealousy Tendency 9. 回馈倾向 Reciprocation Tendency 10. 简单联想误导倾向 11. 简单地避免痛苦的心理否认 Simple Pain Avoiding Psychological Denial 12. 自视过高倾向 Excessive Regardsy 13. 过度乐观倾向 Over Optimism Tendency 14. 被剥夺超级反Tendency 15. 社会Proof Tendency 16. 对Trust Misreaction Tendency 17. 压力影响 Stress Influence Tendency 18. 医取德性误导倾向 Uvain Tendency 19. 不用就忘倾向 Use it or lost it Tendency 20. 毒品误导倾向 Drug Misinfluence Tendency 21. Senescence Misinfluence Tendency 22. 权威误导倾向 Influence Tendency 23. 废话倾向 24. 诗出有名倾向 Reason Respecting Tendency 25. 卢拉帕路撒 Tendency 而数种心理倾向 共同作用造成极端后果的倾向 1. 奖励和惩罚超级反应倾向 最先讨论这个倾向 是因为每个人都自以为 完全明白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 在改变认知与行为方面 有多么重要 但真相并非如此 例如我自认成年以来 对于理解激励机制的威力 比95%同龄者要好 然而我总是低估那种威力 每年总会有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促使我对激励机制的超级威力 有更深体会 说到激励机制的威力 在所有案例中 我最欣赏联邦快递 联邦快递系统的核心和精神 是保证货物按时送达 必须在三更半夜 让所有飞机集中到一个地方 然后把货物快速转发到各架飞机上 若有哪个环节延误了 就无法及时把货物送到客户手里 曾有一段时间 夜班工人总是无法按时完成工作 他们对工人 动之以情、小之以理 尝试了各种各样方法 但就是没效果 最后有个人终于想通了 公司并不希望员工工作的时间 愈长愈好 而是希望他们快速 无差错地完成任务 所以按照时数来支付 夜班薪水的做法是很傻的 如果改成按照班次来计算薪水 并允许夜班工人 在把所有货物装上飞机之后 提早下班 那么递送系统会运转得更好 你瞧 这种方法果然奏效 早期在全路 也遇到相同问题 他那时已离开全路转任工职 但不得不回锅救火 他无法理解 为什么全路的新机器 总是卖得比性能欠佳的 旧机器还差 回到全路之后 才发现 原来业务员的佣金协议书中 卖掉旧机器 才能抽很高的佣金 在这种偏差的激励机制推动下 旧机器当然卖得比较好 还有马克吐温那只猫的案例 那只猫被热火炉烫过之后 以后不管火炉是冷是热 它是再也不愿意坐在火炉上了 我们还应该听取富兰克林的建议 富兰克林在《穷理查年鉴》中说 如果你想说服别人 要诉诸利益而非诉诸理性 这句睿智的真言 引导人们在生活中 掌握一个重要而简单的道理 当你该考虑动用激励机制时 不必考虑其他事情 我认识一个非常聪明的法律顾问 曾在一家大型投资银行任职 从来没犯错 却丢掉了工作 因为他忽略了富兰克林 这句真言中蕴含的教训 这位顾问没能成功说服客户 他对客户说 你有道德则 任去做某件事 在这一点上 顾问虽没有错 可是他没有告诉客户 如果不依照他的建议去做 客户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结果 这位顾问和他的客户都丢了饭碗 我们也应该记住苏联共产党的下场 苏联共产党对于激励的超级威力 完全无知 结果造成什么情况呢 有个苏联工人这么说 他们假装是因为假装给薪水 我们假装在工作 也许最重要的管理原则 就是制定正确的激励机制 但是太过强调激励机制的超级威力 也有缺点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史金纳 就因为过度强调激励机制 而闹了个笑话 史金纳曾是世界知名的心理学教授 能够取得这种如日中天的地位 部分原因在于 他早年别出心裁 利用老鼠和鸽子做实验 得到惊人且重要的结果 和其他方法相比 他所用的激励法能够引发 更多的行为改变 也能更有效让老鼠和鸽子 养成条件反射 他声称在教育儿童或管理员工方面 奖励你不希望的行为 是极其愚蠢的 藉由食物奖励 他甚至如愿地让鸽子培养出强烈迷信 他再三证明 自然界存在一种重复出现 且普遍的行为公式 重复有效的行为 他还证明在改变和延续行为方面 及时的回馈远比延迟回馈有效 在老鼠和鸽子与食物奖励下 养成条件反射之后 他又发现 能够使反射行为维持最久的方式是 随机地撤销奖励模式 史金纳认为 这已经能充分解释 人类明知十读九书 却还忍不住要赌博的原因 但是 正如我们在后面讨论 导致烂赌行为的其他心理倾向时 将会发现史金纳只说对了一部分 史金纳的个人声誉后来将和日下 是因为 一 他过度强调激励机制的超级威力 乃至误以为 以此就能创造出人间乌托邦 而且 二 他几乎没有认识到心理学 其他部分的威力 因而他 就像雅各维纳的松露猎犬 只会用激励效应解释一切 但话说回来 史金纳的主要观点是正确的 奖励机制确实有强大的力量 他那些基础实验的结果 会在实验科学史上流芳千古 在他死后数十年里 在治疗儿童自闭症方面 他那种完全依赖奖励的方法 的确比认 和疗法都有效 我在哈佛法学院念书时 教授们有时会谈起 耶鲁大学法学院 某个像史金纳那么死心眼的教授 他们常说 爱迪布兰夏德 这老兄真可怜 他还以为宣告是判决能够治疗癌症呢 极度强调激励机制的超级威力的史金纳 恐怕跟这位耶鲁法学教授差不多 我总是把这种只看片面 以致毁掉史金纳生育的思维习惯 称为铁锤人倾向 因为有句谚语说 在手里拿着铁锤的人眼中 世界就像一根钉子 连布兰夏德和史金纳这么聪明的人 也无法免于铁锤人倾向 如果不注意 他也不会放过你的 在这篇演讲稿中 我会经常提到铁锤人倾向 因为正好有一些办法 能够有效减少这种心理倾向 所造成的伤害 蒙格语录 一般基金的管理系统 要求人们假装去做 他们做不了的事情 假装喜欢他们不喜欢的事情 这种生活方式很可怕 却能拿到很高的薪水 激励机制的超级威力 会带来另一个重要结果 就是我所说的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 某些受过教育而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在激励机制的驱动之下 却有可能有意无意做出不道德行为 以便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而且还会找借口 就像全路公司那些为了得到高佣金 而不惜伤害顾客利益的业务员 我很早就学会这个道理 故事发生在我祖父的故乡 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市 当地有个外科医生 他年复一年的将大量的健康胆囊 送到该市最好医院的病理实验室 众所周知 社区医院的管理体系很不健全 以至这位医生在多年之后才被革职 那位决定开除他的人 是我们家的市郊 我问他 难道这名外科医生以为 这么做能显示我的医术很高明 或借由切掉健康的胆囊来谋害几个病人 能让我有好日子过 我的朋友说 不是这样子的查理 他认为胆囊是所有疾病的祸根 如果你真的爱护病人 就应该尽快把这个器官切除掉 这个例子很极端 但每个专业人士和每个人身上 或多或少都有这名外科医生的认知倾向 这会引发极其可怕的行为 就拿推销商业地产和生意的前客来说吧 我从没见过一个有一点点客观的经纪人 在漫长的一生中 我遇到过的管理顾问 没有人不在他们的报告结束时 写上相同的建议 这个问题需要更多的管理顾问服务 由于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非常普遍 所以人们往往必须怀疑或者有保留地接受专业顾问的建议 哪怕这个顾问是一名工程师 一般的对策如下 一、如果顾问提出的专业建议对他本身特别有利 你就应该特别提防这些建议 二、在和顾问打交道时 学习和使用你的顾问所在行业的基本知识 三、复合、质疑或者更换你得到的建议 除非经过客观考虑后 这些建议看起来是合适的 蒙哥语录 选择基金管理者越来越难了 因为人们发现不少基金经理人接受贿赂 出卖了股东的利益 这就像某个人走过来说 我们为什么不把你母亲杀死 然后瓜分她的保险金呢 很多人说 好啊,我正需要那笔保险金呢 可能有许多人觉得自己被冤枉了 如果共同基金的监视是独立的 那么我就是俄罗斯波修瓦芭蕾舞团的首席男舞者 激励机制导致人在做坏事时觉得自己是正当的 国防部的采购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从前国防部采购时签署的都是成本加成合约 在成本加上一个比例的利润作价 从而产生许多贪污舞弊的事情 这促使美国政府做出决定 国防部负责采购的官员签署这样的合约是违法的 而且犯的不是轻罪,而是重罪 顺便一提,虽然政府部门签署成本加成合约已经被正式定为重罪 但其他地方包括许多律师事务所和大量的企业 依然采用一种成本加成的奖励系统 在这种普遍的激励模式之下 有些人受到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驱使 做出许多极其可怕的事 而这些行为不轨的人当中 有许多原本正派的足以让你会很乐 亦和他结为倾家 人类大脑就是以这种方式运转的 这里面蕴含着几个大道理 比如收银机的发明 能够使不诚实的行为难以得逞 所以对社会很有贡献 正如史金纳十分了解的 得到奖励的坏行为特别容易变成习惯 所以收银机是一种伟大的道德工具 顺便一提 收银机的发明者派特森对此深有体会 他曾经拥有一家小商店 店里的员工经常趁他不注意时偷钱 所以他从来没赚到什么钱 后来有人卖给他两台收银机 他的商店马上开始盈利 派特森很快关掉商店 投入收银机行业 他创办的公司就是那家 在当时叱咋风云的安逊公司 派特森把重复有效的行为作为指南 获得巨大成功 派特森的道德也很高尚 他脾气古怪 但热衷 结果慈善 不过他对竞争对手冷酷无情 把所有的竞争对手都都专得专利盗窃者 派特森的口头禅是 兽医没有口袋 他和卡内基一样 在离开人世之前把大量财产捐作善款了 派特森的收银机对文明贡献非常巨大 在改善和推广收银机方面所做的工作也非常有效果 所以他很可能配得起罗马诗人赫拉斯 五自传的穆之名 我并未彻底死去 蒙哥语录在企业界 如果聘请了分析师在诟病时勤奋地做调查 却缺乏常识 那么你就会掉进地狱 由于员工会为了得到好处 而对自己糟糕的行为 找理由的强烈倾向 所以除了派特森发明的手段以外 企业还需要其他对策 也许最重要的对策 是采用合理的坏计理论和坏计实物 西屋电器的案例刚好可以证明这一点 西屋电器旗下有一家信贷公司 这家子公司放出许多和西屋电器其他业务 毫无关联的贷款 西屋电器的管理人员也许是因为妒忌其意 所以想要从对外贷款中获取更多利润 西屋电器的坏计实物是这样的 根据从前为自家子公司提供贷款的经验 来为这些对外贷款提拨坏账准备金 而他原来贷款给子公司 根本不太可能出现巨额坏账 有两类特殊的贷款一定会给借款人惹来大麻烦 第一类是房地产开发商 贷款额度往往高达建设经费的95% 第二类是酒店的建筑贷款 正常来讲 如果有人愿意按照酒店实际建筑成本的95% 贷款给开发商 那么利率应该比一般利率高很多 因为风险比一般贷款高 所以按照合理的坏计方法 在提拨金额占害建筑成本95%的贷款给酒店开发商时 西屋电器应该在财报中将这些贷款计为零利润 甚至计为损失 直到许多年后把贷款收回来为止 但西屋电器没这么做 而是把大笔贷款 视同以前那些很少产生坏账的贷款 把账做得很漂亮 让负责放贷的管理人员显得很优秀 因为财务报表显示贷款带来极高收入 国际和外部的坏计师 也认可西屋电器这种糟糕的作账方法 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 就像那首老歌所唱的 谁给我面包吃 我就为谁唱歌 结果西屋电器亏损了数十亿美元 这应该怪谁 怪那个从电冰箱部门调到公司高层 并突然决定贷款给酒店开发商的家伙吗 还是怪那些坏计和其他高层管理者 他们对那种几乎肯定会使信贷管理人员 做出偏激行为的激励机制 做事不管 我认为最应该受到指责的 是创造出这种坏计系统的坏计和高层管理 这些人的所作所为 无异于运钞公司 突然决定不用武装车辆押运现金 改让手无寸铁的侏儒 用敞开的篮子提现金走过贫民窟 我希望能够告诉你们 这种事情以后再也不会发生 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 在西乌电器东窗事发后 其异电器旗下的吉德皮伯迪投资银行 采用一种愚蠢的电脑城市 让债券交易员利用这种城市 虚构出巨额利润 从此以后 许多公司的坏计工作变得更加糟糕了 也许最糟糕的例子就是安能 所以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拥有非常重要的对策 比如说收银机和合理的坏计系统 但是当我在几年前翻阅心理学书籍时 发现那些书虽然有一千页那么厚 却很少谈到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 对派特森或者合理的坏计系统 更是只字不提 尽管世界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 早就描写了不少这类故事 尽管企业界早就有了应付这种偏见的对策 但反正不知怎么回事 心理学概论完全未讨论 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 如果有的事情在生活中极为明显 但很难透过简易可重复的学术实验得到证明 那些心理学的松露猎犬就会忽略 蒙哥语露 巴菲特和我 觉得我们这些非常幸运的人 有责任回馈社会 至于是像我这样在活着时捐赠大量的钱 还是像巴菲特那样 先捐一点 等去世之后再捐很多 那是个人喜好的问题 我恐怕不喜欢人们整天向我要钱 巴菲特更无法忍受这种事 有时候 其他学科对各种心理倾向的兴趣 反倒比心理学教科书还要浓厚 例如 站在雇主立场思考问题的经济学家 早就为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 所产生的后果取了个名字 代理成本 从这个名词就能看出 经济学家知道 就像稻谷总是被老鼠吃掉一样 雇主的利益总是因为员工不正当地 以私利为优先而蒙受损失 因而雇主纷纷制定严格的内部审计制度 对败露的行为进行严厉的公开惩处 引进防止钻营的规章制度 和收银机等设备 站在员工的立场来看 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 促使雇主对他们进行压迫 血汗工厂 危险的工作场所等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不但工会对雇主施加压力 政府也采取了行动 包括制定工资和工时法规 工作场所安全规章 让工人组织工会 以及完善的薪酬系统 看到劳资双方由于激励机制 所引起的偏见而相互对质 也就难怪中国人会提出 阴阳对立的理论了 这种偏见无所不在 造成一些普遍而严重的后果 例如与有底薪的业务员相比 单纯拿抽成的业务员 更容易做出不道德的事 从另一方面来说 无底薪的业务员工作绩效会更加突出 因此 企业在制定业务员的薪酬制度时 往往面临两难的选择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这种经济体系 成功的原因之一 是避免了许多由激励机制 偏见造成的不良影响 能在自由市场的残酷竞争中 存活下来的资本家 均非等闲之辈 他们会防止企业出现任何浪费行为 因为这是生死攸关的事 毕竟他们要在有竞争力的价格和成本之间争取利差活下去 一旦成本高于营收 就和难逃灭顶的厄运 如果用公务员来取代资本家 那么市场经济的总体效率将会大大降低 因为每个公务员在考虑为领那份薪水应该提供什么服务 以及如何面对同财竞争的压力时 就容易受到激励机制偏见的影响 激励机制偏见引起的另一个后果是 人们倾向于钻营各种制度 在损人利己方面表现得极有创意 因此几乎所有制度设计都必须具备防钻营的特性 制度设计还需要遵守这个指导原则 尽量避免奖励容易作假的事情 然而我们的议员、法官以及许多在明星大学受过教育的律师 却往往忽略这个原则 社会因此付出巨大代价 道德风气败坏、效率低落 出现不公平的成本转嫁和财富转移 因此如果高等学府提高教育品质 传授更多的心理学知识 学生也能吸收更多心理学知识 那么立法、机构和法院将能设计出更好的制度 蒙哥语录 我想向大家道歉 昨晚提到某些当代的商业巨头时 我说 当他们说话时就是在说谎 当他们沉默时就是在偷窃 这句话不是我独创的 很多年前就有人用来形容江阳大道 当然,现在用来驱动人的主要奖励是金钱 只要一个毫无实际价值的筹码 能固定换到一根香蕉 人们就可以训练猴子为筹码而工作 仿佛筹码就是香蕉一样 同样道理 人类也会为了钱而工作 而且卖命地工作 因为金钱除了可以换到食物 还能换到许许多多美好的东西 拥有或花掉金钱通常也被拿来炫耀深爱 此外,富人往往会因为习惯而更努力赚钱 尽管他早就不需要更多的钱 总之,金钱是现代文明的主要驱动力 这在非人类动物的行为中是没有先例的 金钱奖励也跟其他形式的奖励混在一起 例如有些人花钱买身份 有些人靠身份捞钱 而有些人同时做这两件事 蒙哥语录压了那么多钱 有人想要篡改财报也是很自然的 做这种事的人太多 就出现了谢必科效应 即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行为没有错 因为其他人也那么做 事情总是这样的 现在,这种机制类似于连锁性 由于和诸如创投之类的合法活动绑在一起 这种做法看起来冠冕堂皇 但我们正把冠冕堂皇和偷鸡摸狗的活动搅在一起 所以我在播客下的年会上说 如果把葡萄干和大便搅在一起 得到的仍然是大便 坏迹学没有办法阻止道德败坏的经营者 从事连锁信事的骗局 虽然金钱在各种奖励中是最主要的 但并非唯一有效的激励工具 人也会为了性、友谊、伴侣、更高的地位和其他因素 改变行为和认知 祖母规矩也证实奖励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特别有效 所以我在这里必须谈到 你可以用这个规矩有效控制行为 哪怕你要的奖品是你已经拥有的 其实 许多心理学博士顾问仍经常要求企业管理者 用祖母规矩来管理日常行为 或借此改善公司的奖励系统 具体来说 祖母规矩就是要求孩子在吃甜点前 先把胡萝卜吃掉 应用在企业界 就是要求管理者每天强迫自己 先完成不喜欢却重要的任务 再以处理喜欢的任务作为奖励 这种做法是明智而合理的 此外 这个规矩也可以应用在生活中 那些顾问这样强调在生活中应用这种做法 绝非偶然 因为根据史金纳的教导 他们知道及时的奖励是最有效的 当然 惩罚也强烈地影响行为与认知 尽管弹性和效果不像奖励那么好 例如 以前在美国常见非法操纵物价的行为 遇到这种问题 政府往往是罚款了事 但自从有几个知名企业高阶管理者 被送进联邦监狱服刑后 操纵价格的行为就大大减少了 陆军和海军部队在利用惩罚来改变行为方面 做得很极致 这可能是因为需要士兵的绝对服从 大约在凯撒时代 欧洲有个部落 每当集结号角响起时 最后一个到达的士兵就会被杀死 于是没有人敢跟这个部落打仗 乔治华盛顿 则把少年逃兵吊死在四十吃高的地方 以此杀鸡尽猴 二 喜欢 热爱倾向 在遗传因素作用下 刚孵出来的小鹅破壳而出后 会爱上并跟随第一个对她友善的生物 那几乎总是她的母亲 但是 如果小鹅孵出来那一刻 出现的并不是鹅妈妈 而是一个人 那么小鹅将会爱上并跟随这个人 把她当作自己的母亲 同样的人类的新生儿 也是天生就喜欢和热爱对她好的人 也许最强烈且出于天性 随时会被诱发的爱 就是母亲对孩子的爱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 老鼠同样也有爱小老鼠的行为 但只要拿掉某个基因 老鼠的这种行为就会消失 这意味着老鼠妈妈和小鹅一样 体内都有某种诱发基因 就像小鹅 孩子们不仅会受天性的驱使去喜欢和爱 也会在父母家庭之外的社会群体中去喜欢和爱 现在这种极度浪漫的爱情 在人类的远古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 我们早期的人类祖先绝对更像原类 以非常原始的方式来挑选伴侣 除了父母、配偶和孩子之外 还有什么是人类天生就喜欢和热爱的呢? 嗯 人类喜欢和热爱 被喜欢和被热爱 许多情场上的胜负皆因对方能否表现出特别的关怀和爱护 一般而言 人终身都渴望得到他人的怜惜和欣赏 而且是来自与他毫无关系的人 一个有喜欢、热爱倾向造成的实质后果就是 这成为一种条件反射工具 促使喜欢热爱中的人 一、忽略热爱对象的缺点 对其百依百顺 二、偏爱能够让自己联想起热爱对象的人、物和行为 这一点我们将会在《简单联想误导倾向》中讨论 三、为了爱而扭曲其他事实 喜欢热爱会引发倾慕 反之亦然 倾慕也会引起并且强化喜欢热爱倾向 这种回馈模式一旦形成 通常会造成极端结果 有时候会促使人为了帮助自己心爱的人 而不惜故意自我毁灭 喜欢热爱和倾慕彼此交织并相互作用 往往在许多和男女情感无关的领域 具有重大的实质意义 例如 如果一个人热爱值得敬仰的对象或思想 这些对象或思想将对此人一生拥有重大优势 巴菲特和我在这方面就很幸运 有时让我们受益的是同一个人或思想 有一个人就激励了我们两个 他就是华伦的书 书弗雷德巴菲特 他在杂货店有干不完的活 但干活时总是很快乐 华伦和我对他特别佩服 即使到今天 在我认识了这么多人之后 我仍然认为弗雷德巴菲特是最好的人 他让我变得更好 能引起别人极度热爱和倾慕的人 往往能够发挥榜样作用 这对社会政策有极大示范意义 例如吸引许多令人敬爱 值得倾慕的人进入教育界 就是很明智的做法 在这种与喜欢热爱倾向相反的模式中 人类的新生儿也会天生就讨厌和憎恨 对他很坏的人 猿泪和猴泪也是如此 因此 战争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 几乎是持续不断的 大多数美洲印第安人部落 曾无休止地相互征伐 有些部落偶尔会把俘虏带到 家里的妇女面前 让他们也享受把俘虏折磨致死的乐趣 尽管有广为流传的宗教和发达先进的文明制度 现代社会的战争依然非常野蛮 但我们也观察到 在当今的瑞士和美国 人类巧妙的政治制度 已经将个体和群体的讨厌与仇恨 引导到包括选举在内的非致命模式当中 但讨厌和憎恨并没有彻底消失 这些心理倾向是天生的 依然很强烈 所以英国有这样的格言 政治是正确地处理仇恨的艺术 我们还看到美国非常流行 对政敌进行诋毁的广告 就家庭层面而言 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 有的人憎恨自己的兄弟姐妹 只要负担得起 就会不停上法院控告他们 有个很风趣的人叫做巴菲特 他反复向我解释 穷人和富人的主要区别是 富人能够一辈子起诉亲戚 我父亲在奥马哈当律师时 也处理许多这种家庭内部的仇恨 我在哈佛念法学院 教授只叫我物权法 可丝毫没有讨论兄弟独强这马子是 那时我就说 这所法学院是非常脱离现实的地方 就像古代拉牛奶车的马那样 蒙上了眼罩 我猜现在哈佛法学院的物权法课程 依然不会提到兄弟无强 讨厌憎恨倾向也是一种条件反射工具 促使身陷其中的人 一忽视讨厌对象的优点 二讨厌那些会让自己 联想起讨厌对象的人物和行为 三为了仇恨而扭曲其他事实 这种扭曲往往很极端 导致人的认知出现极大偏差 纽约世贸中心被摧毁时 巴基斯坦人立刻认为是印度人干的 而穆斯林则认为是犹太人干的 这种致命扭曲 常常使得相互仇视的双方 很难或者不可能握手言和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很难和解 就是因为一方历史中的记载 与对方历史中的记载大相径庭 四避免怀疑倾向 人类的大脑天生就有一种倾向 会尽快做出决定以便消除怀疑 这很容易理解 漫长的进化 促使动物倾向尽快清除眼前的怀疑 毕竟对一只受到威胁的猎物来说 花很长时间去决定该怎么做 肯定是件不妙的事情 人类的原祖也是动物 这种避免怀疑倾向 与其原祖的历史很契合 人类借由尽快做出决定 以消除怀疑的倾向十分明显 所以法官和陪审团必须采用 抵制这种倾向的行为 他们不能立刻做出判决 而是必须经过慎重的考虑 人在做决定之前 必须让自己习惯戴上客观的面具 这个面具能够让人客观看待问题 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讨论 避免不一致性倾向时看出来 当然 明白人类具有强烈的避免怀疑倾向后 逻辑上我们可以理解 人对宗教信仰的接受 必然也受到这种倾向的驱使 即使有人认为 他自己的信仰来自神的启示 他仍然需要思考 其他人与此不一样的信仰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 避免怀疑倾向 是最重要的答案之一 是什么引发了避免怀疑倾向 如果一个人没有受到威胁 又无需考虑任何问题 他是不会急于做出决定 来消除怀疑的 正如我们在后面谈到 社会认可倾向和压力影响倾向时 将会看到的 引发避免怀疑倾向的因素 通常是 1.困惑 及 2.压力的综合作用 面对宗教问题时 这两种因素当然都存在 因而 大多数人的自然状态 就是需要有某种宗教信仰 这是我们观察到的这颗事实 5.避免不一致倾向 为了节省运算空间 人类的大脑不愿意做出改变 这是避免不一致性的表现 在所有人类习惯中 无论是好是坏 我们都能看到这种情况 每几个人能够列出一串 他们已经改掉的坏习惯 而有些人恐怕连一个都列不出来 相反的 几乎每个人都有一堆持续已久的坏习惯 尽管自己也知道这些习惯不好 这样看 来 在我们说 三岁看老不是没有道理 底根斯笔下可怜的雅各玛里 鬼魂说 我带着自己打造的锁链 他说的锁链 就是那些起初轻微的难以察觉 在察觉之后 又牢固的无法打破的习惯 维持好习惯 避免或者戒除坏习惯 这样的生活才是明智的 同样能够帮助人们过着明智生活的伟大原则 还有来自富兰克林的穷礼茶年鉴 一盎司的预防 比一磅的治疗更值钱 富兰克林这句话的部分含义是 为了避免发生不一致性倾向 预防习惯的养成 要比改变习惯容易得多 大脑的抗拒改变倾向 还使得人倾向于保留以下几种东西 以前的结论 忠诚度 身份 社会认可的角色等等 人类大脑在进化的过程中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伴随着 避免怀疑倾向的抗拒改变模式 现在还不是很清楚 我猜这种抗拒改变模式 主要是由以下几种因素 共同作用引起的 一 当人类的元祖还是动物时 迅速做出决定 对生存至关重要 这种抗拒改变的模式 有助于更快做出决定 二 这使得我们的元祖能够透过群体合作取得生存优势 因为如果每个人的反应总是不停地改变 群体合作就会变得很困难 三 从人类开始识字到今天复杂的现代生活 演变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这是短期内最好的进化方式 可以想见 如果避免怀疑倾向引发的快速决定和抗拒改变 两种倾向相结合 将使人的认知出现大量错误 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 我们都曾和许多名玩不灵的人打交道 那些人死抱着从小养成的错误观念 直到进了坟墓还不肯放手 在避免不一致性倾向下做的决定 所造成的问题特别严重 所以法院采用一些重要措施来对付 例如做出判决之前 法官和陪审团必须先聆听辩方的长篇大论 让辩方列举证据为自身辩护 这有助于防止法官和陪审团 在判决时犯第一结论偏见 BIAS的错误 现在一些决策者也会要求各种团体 在做出决定前先考虑反方意见 正确的教育应该是一个提高认知能力的漫长过程 让我们有足够的智慧 摧毁那些在拒绝改变倾向下保留的错误想法 正如在世界顶尖大学任教的凯因斯 谈到他那些高级知识分子同事时指出的 新思想之所以很难被接受 并不是因为新思想太过复杂 而是因为它们与旧思想不一致 凯因斯言下之意就是 人类头脑和人类卵子的运作方式非常相似 当精子进入卵子 卵子就会自动启动封闭机制 阻止其他精子进入 人类头脑也有强烈的类似倾向 所以人们倾向累积大量僵化的结论和态度 而且不经常去检查 即使有大量证据证明其错误仍然不轻易改变 社会科学院系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曾经有人认为弗洛伊德应该是加州理工学院心理学教授的唯一人选 但自然科学院系也有人坚持错误的旧观点 不过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也没那么严重 在这方面 诺贝尔奖得主马克斯·普朗克最有发言权了 普朗克不但以科学研究文明 而且他还说过一句著名的话 他说 即使在物理学领域 守旧人士也甚少接受激进的新思想 普朗克说 唯有新的一代成长起来 较少受到旧理论毒害的 他们才能接受新理论 其实 这种阻塞大脑的情况 也曾经某种程度上发生于爱因斯坦身上 处在巅峰期的爱因斯坦 非常善于摧毁自己的思想 但是爱因斯坦晚年 却从未完全接受量子力学 达尔文是成功化解第一结论偏见的其中一人 他很早就训练自己 努力考虑任何有可能推翻他假设的证据 尤其当自认为所作假设特别出色时 更是如此 与达尔文相反的做法 现在被称为确认偏见 BIAS 这是一个贬义词 达尔文会这样做 是因为他清楚地认知 人类会由于天生避免不一致性倾向而认知错误 它本身是一个伟大的例子 证明心理学洞见一旦被正确使用 就能够对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思想有所贡献 避免不一致性倾向也为社会带来许多正面影响 例如大多数人在生活中 不会表现出与社会责任 社会共识不一致的行动 而多半会忠于职守 扮演好牧师 医师 公民 士兵 配偶 教师 职员等角色 避免不一致性倾向造成的结果之一是 人在获取新身份的过程中 做出的重大牺牲 将会提高他对这种新身份的忠诚度 毕竟 如果他们认为某样东西并不好 却又为之做出重大牺牲 那将会显自己表里不一 所以 人们发明许多庄严肃穆的公开入会仪式 可让新成员更加忠心 庄严的仪式 能够强化好的关系 也能够强化坏的关系 黑手党新成员因为投名状 而对组织更加忠诚 德国军官因为血势 而对希特勒更加忠心 这些都是避免不一致性倾向 带来的效果 此外 这种倾向通常会使人们成为有心人士 所操控的受害者 那些人懂得透过激发别人潜意识中的 避免不一致性倾向 来博取对方的好感 很少人比班杰明·富兰克林 更精于此道 班杰明·富兰克林原本是 费成美无闻的小人物 当时为了获得某个重要人物的垂青 于是经常请那个人帮他一些无关紧要的小忙 比如说借一本书给他之类的 从那以后 那个大人物就更加欣赏和信任富兰克林了 因为如果富兰克林不值得欣赏信任 就和他把书出界的行为中所隐含的认同 发生不一致 朝鲜战争期间 富兰克林的这种技巧 也被用在中国人对战俘的洗脑工作 和酷刑相比 这种渐进式的做法 更能让战俘的认知转变成对中国人有利的方向 富兰克林这种操纵别人帮自己忙 从而让别人对自己产生好感的做法 如果反过来利用 会产生非常变态的效果 如果有个人受到操控 故意不停地去伤害另外一个人 那么他就会倾向于贬低 甚至憎恨那个人 这种避免不一致性倾向造成的效应 呼应了 人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做过的坏事 这句谚语 这种效应 也解释了监狱中的守卫和囚犯势不两立的现象 许多守卫会虐待囚犯 这种做法使他们更加讨厌和憎恨囚犯 而被当作畜生一样的囚犯 又会反过来仇视守卫 若要消除监狱中囚犯和守卫之间相互敌视的心理 预防应该持续不断致力于 一、从一开始就防止虐待囚犯 二、虐求现象出现时 要立刻予以制止 因为这会像瘟疫那样蔓延扩散 如果在更有远见的教育帮助下 人对这个问题能够获得更多心理学知识 也许能够提高美国军队的整体效率 蒙哥语录 喜欢当监狱守卫的人 不会是天生品德高尚的人 避免不一致性倾向是如此强大 乃至一个人只要假装拥有某种身份 习惯或者结论 他自己通常就会信以为真 因此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 有时会以为自己就是丹麦王子 伪善者假扮好人 可能弄假成真 假装公正的法官和陪审团 会变得越来越公正无私 律师或观念的鼓吹者 最后会相信他们假装相信的东奥 西避免不一致性倾向 造成的维持现状偏见 会对健全的教育造成莫大伤害 但也带来一些好处 避免不一致性倾向 导致老师不太可能 把自己不相信的知识交给学生 所以临床医学教育要求学生 必须遵守先看后做再教的原则 只有自己看过和做过的 才能交给别人 当然影响老师认知的这种力量 未必有益于社会 这种力量若进入政治和邪教中 通常会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例如当年轻的学生 被灌输了有问题的政治理念 然后热情地将这些理念 推销给其他人时 就会给社会带来很大伤害 尽管这种推销很少能让别人信服 但是学生会把推销的东西 变成自己的思维习惯 进而受到永久伤害 我认为有这种风气的教育机构 是很不负责任的 在一个人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前 不能在他头脑套上锁链 这是很重要的 六好奇倾向 哺乳动物天生就具有好奇心 在所有非人类的哺乳动物里面 好奇心最强烈的是猿类和猴类 而人类的好奇心又比这些近亲更强烈 在人类文明中 好奇心能促进知识发展 而文化背景则能提高其效率 例如雅典及其殖民地 好奇心推动了数学和科学发展 罗马人则对数学或科学 几乎没有可贡献 罗马人更专注于矿藏 道路和水利等实用工程 最好的现代教育机构 为数不多 能够增强人的好奇心 而好奇心则帮助人避免 或者减少各种心理倾向 造成的不良后果 好奇心还能让人 在正式教育结束很久之后 还能拥有许多乐趣和智慧 7.康德是公平倾向 康德以其绝对命令 categorative 又以为定然律令而文明 所谓绝对命令 是某种黄金法则 要求人遵守某些行为方式 如果所有人都遵守这些方式 就能保证社会制度 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好的 或者应该说 现代文明人都遵守并期待着 能从别人身上得到康德 所定义的这种公平 美国一些规模不大的社区里 通常会有职工一辆车通过的桥梁或地下道 在这些社区可以看到很多相互礼让的情况 尽管那里并没有交通标志或者红绿灯 许多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驾驶 包括我自己在内 通常会让其他想要超车的司机开到前面 因为那是一种当自己想超车时 也希望得到的礼貌行为 此外 在现代的文明社会中 陌生人之间有排队习惯 这样所有人都能按照先来后到的规矩得到服务 此外 陌生人往往会自愿平分飞来的横财 或者分摊意外损失 当人们期待却没有得到公平分配时 往往会表现出不满的情绪 过去三百年来 世界各地已经废除了奴隶制度 这是很有意思的事 因为在此之前 奴隶制度已经和各大宗教共存了几千年 我认为 康德式公平倾向是促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因素 八 羡慕妒忌倾向 如果某种动物在演化过程中经常挨饿 当他们看到食物时 就会产生占有食物的强烈冲动 如果同侪已经占有食物 那么往往会出现冲突局面 这可能就是深深扎根在人类本性中的 羡慕妒忌倾向的进化起源 兄弟姐妹间的妒忌显然是非常强大的 而且小孩往往比大人更容易妒忌兄弟姐妹 这种妒忌甚至比对陌生人更强烈 这也许是康德式公平倾向造成的 各种神话、宗教和文学作品 用一个又一个案例来描写极端的羡慕妒忌 是如何引起仇恨和伤害 犹太文化认为这种心理倾向是极其邪恶的 摩西戒律一条又一条明令禁止妒忌 这位先知甚至警告人们不要贪图邻居的驴子 现代生活中的妒忌也无所不在 例如当某些大学的财务人员或者外科医学教授 拿到远远超出行情的薪水时 会引起校园一片哗然 而在投资银行、律师事务所等组织的羡慕妒忌效应 通常比大学更加明显 许多大型律师事务所担心这种效应会造成混乱 所以付给资深合伙人的薪酬一项都差不多 完全不管他们的贡献如何 我跟巴菲特一起工作 分享对生活的观察已经几十年了 听到他不止一次明智地指出 驱动这个世界的不是贪婪而是妒忌 这句话基本上是正确的 你可能会以为心理学书籍会用大量篇幅讨论羡慕妒忌 但我翻读那三本心理学教科书时并未看到 其实那些教科书的索引上 根本就找不到羡慕和妒忌两个词 这种现象并不限于心理学教科书 在你们参加过的大型学术研讨会上 有人曾利用成年人的羡慕妒忌心理 来解释某些观点吗 似乎有一条普遍的禁忌 禁止人们做出这样的发言 如果真是这样 又是什么导致这条禁忌出现的 我猜这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 解释某人的立场是出于羡慕妒忌心理 等于再说对方像孩子一样幼稚 会对那个人造成极大侮辱 如果那个人的看法是正确的 这种指称就更严重了 这样来看 出现这种禁忌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但心理学教科书就应该受这种禁忌影响 导致心理学无法对一种普遍的重要现象 做出正确解释吗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就回馈倾向 人们早就发现和猿类猴类狗类和其他许多认知能力较低的动物相同 人类身上也有以德报德 以牙还牙的极端倾向 这种倾向显然能够促进提升成员利益的团队合作 这一点跟许多社会性动物的基因城市很相似 我们知道在有些战争中 以牙还牙的心理倾向是很有威力的 会激发出很强的仇恨情绪 引发非常野蛮的行为 许多战争中没有活的战俘 交战双方非置敌人于死地不可 而且有时候杀死敌人还不够 比如说陈吉思汗就坚持要把敌人的尸体剁得粉碎 拿陈吉思汗和蚂蚁来做对比是很有意思的 陈吉思汗对别人残暴无度 动辄杀戮 蚂蚁对同一群体以外的蚂蚁 也表现出极端的致命的敌意 和蚂蚁相比 陈吉思汗简直太和蔼可亲了 蚂蚁更加好斗 而且在打斗中更加残忍 威尔逊曾经开玩说 如果蚂蚁突然得到原子弹 那么所有蚂蚁将会在18个小时之内灭亡 人类和蚂蚁的历史给我们的启发是 一、大自然并没有一条法则 可使物种采取以德抱怨 以促进物种繁荣 二、如果一国的外交放弃以牙还牙政策 则这个国家的前景堪虑 三、如果国与国之间都同意以德抱怨 是最好的相处之道 那么人类的文化将承担极大的重任 因为人类的基因是帮不上多少忙的 接下来我要谈谈战场之外的以牙还牙 现代有许多公路暴怒事件 或者运动场上也有因为受伤而引起的情绪失控事件 由此可见 即使在和平时代 人们之间的敌意也可能非常激烈 化解强烈敌意的标准做法是 延迟自己的反应 我有个聪明的朋友 名叫汤马斯·莫菲 他经常说 当因 以德抱德的心理倾向也非常强烈 所以有时能够扭转以牙还牙的局面 有时候在战火震撼时 交战双方会莫名地停止交火 因为有一方先做出细微的友善举动 另外一方则投逃暴力 这样往返下去 最后战斗会停止很长一段时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开战双方在前线的战壕不止一次像这样停战 让双方将军套非常恼火 商业贸易作为社会繁荣的主要动力 显然也受惠于人类投逃暴力的天性 利己利人的原则和回馈倾向相结合 会带动许多有建设性的行为 婚姻生活中的日常交流 也受到回馈倾向帮助 如果不这样 婚姻就失去大部分的魅力 A 回馈倾向不但能和激励机制的超级威力结合 产生好结果 还跟避免不一致性倾向共同促使 一 人们履行在交易中的承诺 包括在婚礼上宣誓忠于对方 二 牧师 鞋匠 医师和其他所有职业人士 恪守职责做出正确行为 就像人翻筋斗的能力一样 回馈倾向 多半是在潜意识层面发挥作用的 所以有些人能够把它作为 误导他人的强大力量 这种事经常在发生 例如 当汽车业务员慷慨请你到一个舒服的地方坐下 断给你一杯咖啡 你非常有可能因为这个细小的礼貌动作 当了一回冤大头 买车时多花五百美元 这还不是业务员用小恩小惠换得的最大成就 然而在这种买车情境中 你会处于劣势 害自己从口袋中额外掏出五百美元 这种潜在的损失 多少会让你对业务员的示好保持警觉 但假如你是采购员 花的钱来自别人 比如说某个有钱的老板 那么你就不太会因为要多付额外的钱 而对业务员的小恩小惠提高警觉 因为多付出的成本是别人的 在这种情况下 业务员通常能将优势最大化 尤其是当采购方是政府时 因此聪明的老板 会试图压制公司采购人员的回馈倾向 最简单有效的对策是 别让他们从供应商那里得到任何好处 山姆华顿就是一例 他不允许采购员从供应商那里接受任何东西 哪怕是一根热狗也不行 基于回馈倾向大多是在潜意识层面发挥作用 所以华顿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 如果我是国防部部长 我也会学他这么做 在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中 西奥迪尼吩咐研究员在大学校园里闲逛 遇到陌生人就请他们帮忙带领一群少年犯去动物园参观 因为这是在大学校园里发生的 所以在他们抽中的大量样本中 每六个人就有一个人愿意这么做 得到这个六分之一的统计资料之后 西奥迪尼改变实验程式 研究员又在校园里闲逛 遇到陌生人就要求他们连续两年 每周花大量时间去照顾少年犯 这个荒唐的请求得到百分之百拒绝 但研究员接着又问 那么你愿意至少花一个下午 带少年犯去参观动物园吗 这将西奥迪尼原来的实验接受率 从六分之一变成二分之一 提高整整三倍 西奥迪尼的研究员所做的小小让步 让对方也做出小小让步 由于西奥迪尼的实验对象在潜意识中 做出这种回馈式让步 所以有更多人非理性地答应 带少年犯去动物园 这位教授开发出如此巧妙的实验 强有力地证明某个重要的道理 他理应得到更广泛的肯定 事实上西奥迪尼确实得到了肯定 因为许多 大家现在都会叫他 回馈倾向为什么如此重要 假如法学院学生毕业后进入社会 代表客户去谈判 却完全不了解西奥迪尼的实验 所代表的潜意识思维过程的本质 那该是多么愚蠢的事 然而这种蠢事 在世界各地的法学院 已经发生了好几十年 其实是好几个世代 这些法学院 简直就是在误人子弟 他们不知道 也不愿意去传授 三姆华敦已经透彻掌握的是 回馈倾向的重要性和效用 也可以从水门事件看出 当时美国司法部有个胆大包天的下属提议 为了谋取共和党的利益 不妨使出结合妓女和豪华游艇的手段 部长拒绝这个荒唐的请求后 那位下属做了很大让步 只要求得到批准 以便前进水门大厦去盗窃 于是司法部长默许了 西奥迪尼教授认为 前意识的回馈倾向 是导致美国总统在水门丑闻中 下台的重要因素 我也持相同观点 回馈倾向微妙造成许多极端而危险的结果 而且这种事一直以来所在多有 数千年来回馈倾向在宗教界 制造出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事 特别令人发指的例子 来自斐尼基人和阿兹提克人 他们会在宗教仪式中杀死人 作为牺牲品献给神灵 我们不应该忘记 进入在迦太基制战中 文明的罗马人由于担心战败 重操了几次杀人献祭的就业 从另一方面来说 人们基于回馈心理认为 只要行为端正就能得到上帝的帮助 这种观念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 大体而言 我认为无论是在宗教内还是宗教外 回馈倾向带给人类的贡献人缘多于破坏 且可以拿来以毒攻毒 比如说 利用心理倾向来戒毒戒酒 回馈倾向在当中往往能发挥很大的效果 人类生活中最美好的部分也许就是情感关系 关系中的双方最感兴趣的是如何取悦对方 而非如何被取悦 在回馈倾向的作用下 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 最后要讨论的是 人类普遍受到罪恶感折磨的现象 如果说罪恶感有其演化基础 我相信最有可能引起罪恶感的因素是 回馈倾向和奖励超级反应倾向之间的精神冲突 奖励超级反应倾向建立在人追求享受的心理 然而 人类文化却让这种天性受到罪恶感的折磨 例如 宗教主张常会提出很高的道德和奉献要求 我家附近住着一位很有魅力的爱尔兰天主教神父 他经常说 罪恶感可能是犹太老发明的 但我们天主教徒使其更为完善 如果你像我和这位神父一样 都认为罪恶感总体上是利多于弊 那么你就会和我一样 对回馈倾向心存感激 无论你觉得罪恶感是多么令人不愉快 10. 简单联想误导倾向 史基纳研究的条件反射是最常见的条件反射 在这种条件反射中 创造出新习惯的反射行为 是由以前得到的奖励直接引起的 例如 有个人买了一罐名牌鞋油 发现这种鞋油能把鞋擦得特别亮 由于这种奖励 下次他需要再买鞋油时 还是会买这个牌子 但条件反射还有另外一种 其反射行为单纯是由联想引发的 例如人会根据以前的经验得到这种结论 同类商品中价格最高的品质最好 有的工业制品厂商知道这种心理 于是改变产品包装 把价格提得很高 希望追求高品质的顾客上当 这就是纯粹经由包装和高价所引发的联想 让顾客掏钱出来 这种做法对提高销量甚至利润都很有用 例如长期以来 高价的电动工具都卖得很好 如果要销售的产品是有景用的帮普 这招也会管用 这种销售策略对奢侈品尤其有效 因为买得起的人能借此展示高品位和购买力 以赢得更高的社会地位 即使是微不足道的联想 只要好好利用 也能对消费者发挥极大作用 鞋油的目标购买者或许很喜欢美女 所以会选择外包装上印着美女图案的鞋油 或者找美女做广告的那种鞋油 广告商了解简单联想的威力 所以你不会看到可口可乐广告中有儿童死亡的场面 而是呈现比实际生活更快乐的场景 同样的军乐团演奏的音乐那么动听也绝非偶然 人听到那种音乐就会联想起军旅生活 有助于吸引人入伍 并让士兵留在军队里 大多数军队懂得如何用这种方法来应用简单联想倾向 然而简单联想造成最具破坏力的后果 往往并不来自广告和音乐 有的事物碰巧能让人联想起他从前的成功或喜欢讨厌和憎恨的事物 包括人天生就讨厌的坏消息 要避免受到以前的成功所带来的简单联想误导 请记住下面这段历史 拿破仑和希特勒的部队在各地战无不胜 于是决定侵略俄罗斯 结果都一败涂地 现实生活中也有许多像这样的例子 例如有个人去赌场赌博 竟然赢了钱 这种虚无缥缈的关联 促使他一再去那家赌场 结果亏得一塌糊涂 也有些人把钱交 给资质平庸的朋友投资 碰巧赚了大钱 尝到甜头之后 他决定再次尝试这种模式 下场非常惨 避免因为过去的成功而做蠢势的破解对策式 一 谨慎审视以往的每次成功 找出成功的偶然因素 以免受这些因素误导 进而夸大新计划成功的几率 二 看看新的行动计划中 将会遇到哪些在以往成功经验中 没有出现的风险 喜欢和热爱会伤害人的心智 这可由下面的事例看出 在某件官司中 被告的妻子 原是一名非常值得尊敬的女性 可是却做出了明显不实的证词 控方律师不忍心攻击这位可敬的女士 然而又想反驳其证词 于是她摇摇头 悲伤地说 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样的证词呢 答案就在那首老歌里 丈夫是什么样 妻子就会是什么样 她嫁给了小丑 小丑的卑鄙无耻 拖累了她 法官因此没有采信这位女士的证词 他们一下子就看出她的认知 已经受到爱情的严重扭曲 我们常常看到 有些母亲受到爱的误导 在电视上声泪俱下 发自内心 认为他们罪孽深重的儿子 是清白无辜的 关于这种被称为爱的联想 会令人变得如何盲目 众说纷纭 在《穷里查年剑》中 富兰克林提议 结婚前要睁大双眼 结婚后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也许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方法是正确的 但我喜欢一种更难做到的办法 务实地看清真相 但仍然去爱 憎恨和讨厌 也会因简单联想而引起认知错误 在企业界 人们常贬低竞争对手的能力和品德 这是一种危险的心态 且通常不易察觉 因为这是发生在潜意识层面的 有关某人或者某个讨厌结果的简单联想 也常会造成另一种恶果 这可以从波斯使者症候群中看出来 古代波斯人真的会杀掉使者 而这些使者唯一的罪过 只是把真实的坏消息 比如说战败消息 带回家 对使者来说 逃跑并躲起来 真的要比使命必达安全得多 波斯使者症候群在现代生活中仍很常见 尽管已经不会动辄出人命 在很多行业 传递坏消息的人真的很危险 工会谈判专家和雇主代表最懂这个道理 也因而在劳资关系中造成许多悲剧 有时律师知道 如果建议一种不受欢迎却明智的解决方案 会招致客户怨恨 所以他们继续把官司打下去 乃至造成灾难 信后果 几年前 两家大型石油公司在德州打起官司 因为他们在合作开发西半球最大油田的协议中 有含混不清的地方 我猜想他们打官司的起因是某位法律总顾问先前发现合约有问题 却不敢把坏消息告诉一位刚愎自用的执行长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公司走下坡前 就以波斯使者正后群爪称 因为董事会主席佩利特别讨厌告诉他坏消息的人 结果是 佩利生活在谎言的壳子中 一次又一次做出错误的交易决策 甚至用大量公司股票收购一家后来很快被清算的公司 要避免类似下场 正确的对策是 有意识地养成欢迎坏消息的习惯 在播客下有一条普遍的规矩 有坏消息要立刻汇报 只有好消息是可以等待的 还有就是要保持明智和消息灵通 让人们知道你有可能从别处听到坏消息 这样他们就不敢隐瞒了 简单联想误导倾向 很可能会抵消以德报德的人性倾向 有时候 当某个人在穷困潦倒 疾病缠身 饱受欺凌的境遇下 接受了别人的恩惠 但受贿者可能会妒忌失贿者优渥的处境 从而讨厌失贿者 因为失贿的举动 让受贿者联想起自身的不幸遭遇 使受贿者不但可能讨厌帮助他的人 甚至会企图伤害他 这解释了某个著名反应 有人认为是亨利福说的 甚至是在来自身的奥复だから 词兴趣的历史上